原标题张雨起回应炒作《真性情人设》发文,隐含深意被骂,还波及杨丽。 张雨起作为娱乐圈中风格独树一帜,有话直说的代表人物,此前闪婚闪离,雷丽风行的做法,收获了网友许多待遇,但有时过分强调某件事也会引起争议。 日前,张雨起被爆出离婚,不久就和前夫袁巴袁亲密逛街,由网友开始认为张雨起的人设立过头,更有人爆料,张雨起和前夫离婚,其实另有内情,两人实际上是因躲债才选择离婚。 而张雨起这种说法和做法,一次不一致的行为,让不少网友开始抨击其在炒作人设,于是11月30日凌晨,张雨起出面回应了炒作人设一说,否认自己炒作人设,称自己从来都不刚,并且骨子里很温柔。 有网友表示,张雨起这段话隐含深意,其实是在暗示她并没有炒作人设,人设都是网友强加给她的。 网友还趁因此想到了杨幂,甚至过急则骂杨幂不要脸,认为杨幂能自黑少女的形象,都是杨幂本人一次次强调,固化在人们心里的。 而在采访中,杨幂却表示没有给自己设立人设,认为人设都是别人给的。 不过也有人表示反对,张雨起和杨幂都从来没有公开给自己下过定义,人设就是网友强加给他们的。 其实,明星在大众面前展现出来的形象,也许只是他真实性格的一部分,这一部分被镜头和网友的解读放大了,成为了人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